一转眼,岳福已经在骑士队打了9个赛季 从最初的狼王到骑士第三巨头 再到如今的元老级球员 终于,在骑士彻底步入年轻化后 也到了跟球队分手的时候 据悉,是岳福在当地时间周三 正式向球队提出的买断合同申请 决定虽然简单,但过程必然痛苦 正如主帅比克斯塔夫说的那样 和球队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之间的谈话很艰难 骑士生涯,岳福共出战489场常规赛 场均得到15.7分,9.2板,2.2柱 三分命中率37.6% 季后赛出战63次 场均贡献15.3分,9.7板,1.8柱 三分命中率40.4% 他在2014年加盟骑士以来 在球队的多项数据排名如下 得分第二位,篮板第一位,助攻第三位 盖茂第五位,抢断第二位 三分球命中数第一位 岳福还是自2014年加盟以来 唯一一个在这段时间出战超过400场比赛的骑士球员 可以说,岳福将生涯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克里夫兰 也是曾经骑士夺冠班底成员中仅存的一位骑士队球员 目前,骑士和岳福正在敲定合同买断 时间大概在全明星间歇 在岳福买断消息曝光的第一时间 东西部的争冠球队纷纷加入争夺战当中 其中热货预计成为岳福的头号追求者 热货有一个阵容名额空缺 他们确实需要签下一个大个子球员弥补交易走戴德蒙后留下的空缺 此外,勇士也对岳福感兴趣 因为岳福是克莱的发小 他的投射能力跟传球事业也可以为勇士带来惊喜 和热货面临的处境一样 因为交易走了怀斯曼 勇士内线缺少了一个轮换 说到关系,不要忘了 太阳的总经理詹姆斯、琼斯还是岳福的前队友呢 他们甚至一起拿过2016年的总冠军 太阳队有钱有空位 拧来一位高位投手也不是不可能 至于大家最期待的影员大队 胡人 这一次则鲜有的沉默 估计是有了范德彪和班巴的存在 对岳福的需求已经不会很高了 当然,指不定佩林卡想闷声发大财 再者,评级阿克尹和岳福的激情 完全也有二次合作的可能 无论岳福最终去到哪支争冠球队 都会具备一定的战术地位 并且有再次助力夺冠的潜力 34岁的岳福可以发挥生涯末期最后的余温 来为球队创造价值 球场风云多变化 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我是球老师 在证文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岳福更新设媒 向骑士和克里夫兰表达谢意 他写道 我还有更多要说的话 但我想直输兄弟 知克里夫兰和全体俄海俄洲人 我非常爱你们 并且永远都会 谢谢你们所做的意见 未来还有更多 薪金专家Bolly Marks表示 岳福的合同买断部分金额为850万美元 合同买断协议中为包括规定岳福不能签约某支球队的条款 达成概率操作后 骑士腾出一个大名单位置 切总薪资空间低于奢侈税限 可以签下一名自由球员 岳福此前调出骑士轮换阵容 连续12场未能出战 骑士在此期间9胜3负 拇指的伤势也影响了岳福的状态 赛季至今 岳福场均8.5分6.8篮板 军创个人生涯新低 自2014年以来 岳福一直在克里弗篮效力 是2016年夺冠阵容的核心成员之一 这肯定会在情感上打击你 其实欣欣莫布利在采访中谈到岳福的离开 所有人肯定都会想念他 我只希望他无论去哪里都能表现出色 岳福 1988年9月7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 岳福于2008年通过选秀进入NBA 先后效力于森林狼队和骑士队 新秀赛季入选最佳新秀第二阵容 2010年11月赛季当选进步最快球员奖 2015-16赛季随其是对夺德队时首座NBA总冠军奖杯 五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 因为名字是Live这个单词 所以他被球迷称为爱神 所谓唯一流队的过关功臣 岳福已经为骑士队效力了九个赛季 然而这位34岁的老将仍然躲不过买断的命运 也许这就是竞技体育残酷的一面吧 骑士与岳福协商买断 根据Sham's的报道 岳福与骑士基本已完成买断 目前正在敲定买断合同的具体事宜 预计多支东部季后赛球队会成为岳福的追求者 本赛季岳福共为骑士出战41场 场均得到8.5分6.8篮板1.9助攻 投篮命中率38.9% 三分命中率35.4% 骑士队在詹姆斯 欧文离队后沉寂多年 通过选秀和交易 得到了加兰 米切尔 阿伦 路维尔等能力出众的球员重建工作已经完成 如今骑士排名东部第四 晋级季后赛已经不再是他们的目标 如何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才是他们思考的问题 而岳福高达2894万的年薪 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包袱 寻求买断腾出名额 补强球队势在必行 买断后 岳福的下一站是退役还是在就业 根据著名记者塞玛米扣的说法 岳福暂无退役打算 这意味着一旦与骑士的买断协议达成 岳福将会寻求继续打球的机会 去一直能打季后赛 且有稳定上场时间的球队 必然是岳福的首选 目前已有多支球队 表示对岳福感兴趣 前代下加有哪些 1.迈阿密热货 热货本赛季属于雷声大 有点小的球队 休赛基追求杜兰特 米切尔等人 结果拿不出令对方满意的交易筹码 米切尔加盟了骑士 杜兰特前不久西游加盟太阳 而热货只能用接近顶心 提前续约了泰勒·西罗 阵中主力球员巴特勒 洛瑞 西罗等均缺阵15场左右比赛 目前已打59场 其中西罗和洛瑞依旧处于伤病状态 球队战绩相较赛季出 虽有所回暖东部第七 但以目前的阵容和状态 即便晋级季后赛 恐怕也过不了首轮关 热火队的篮板 封盖 三分球命中率等多项数据 均在联盟中垫底 如果阅服能够加盟 将会在篮板球和外线投射方面 为球队提供帮助 而且阅服的球伤比较高 不用担心融入球队的问题 缺点是 阅服的脚步移动很慢 这会降低热货的防守强度 而热货又是以防守建长的球队 但从这方面考虑 也许阅服并不适合麦阿密 2.金州勇士 在岳服与骑士协商买断的消息传出后不久 著名记者塞马密扣发推称 消息人士称 勇士也对岳服感兴趣 未免冠军本赛季并不顺利 在休赛期放走波特 小佩顿 别利查 达米安里等角色球员后 球队的化学反应遭到毁灭性打击 他们有着全联盟最强的首发五人组 但替补西糟糕的表现 使得球队深陷泥潭 排名一度在西部垫底 好不容易替补西逐渐找到感觉了 主力球员维金斯和库里 却接连遭遇伤病 真可谓是多灾多难 此外 管理层构建球队的思路存在问题 赛季说 他们寄希望于榜眼秀怀斯曼 然而这位新秀实在难堪大用 管理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 在交易截止日期到来前 完成了一笔多方交易 送走怀斯曼赢回小佩顿 哪怕小佩顿在体检时被查出问题 勇士依旧坚持完成了这笔交易 随着这笔交易完成 勇士队本就非常小的阵容再一次变小 因此 他们补强内线的需求格外迫切 岳福被买断后 如果能够加盟勇士 必然可以得到稳定的登场机会 岳福的投射能力和高度 是勇士队急需的 哪怕岳福一动漫 无法胜任上赛季波特的角色 但匹配别利查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考虑到过去 岳福所效力的骑士队与勇士 曾四度在总决赛中相遇 想把昔日对手变队友 这需要岳福与勇士的球迷们花些时间来适应 好在岳福是KLK的童年朋友 假之岳福人品及球品都非常值得称赞 一定可以与其他球员和平共处 勇士对补强的心情极为迫切 此前接受采访时 主教练克尔曾表示 援军即将到来 我们有很多的期待 之前输了那么多场球 胜利本该是属于我们的 主教练能这么直接回答记者 显然是与管理层进行过沟通的 至于援军到底是谁 那就要看双方意愿了 双赢 勇士骑士一换四 维金斯月服互换 上赛季的勇士的确是夺冠了 但进入新赛季 勇士的烦恼就该来了 主要是维金斯的续约问题 以维金斯上赛季在季后赛里的表现 无疑是配得上一份顶新续约合同的 但勇士考虑的还有普尔的续约问题 当然还有格林的提前续约问题 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 维金斯的平均年薪在3500万美元左右 普尔的平均年薪在2500万美元左右 格林的平均年薪在3000万美元左右 如果勇士选择将维金斯 普尔和格林都留下的话 那么在未来的几个赛季里 球队的薪资加奢侈税 一定是会无限接近5亿美元的 甚至还有可能超过5亿美元 这恐怕是勇士无法承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 美媒NBA分析网建议勇士交易维金斯 并给出了一份一换四的交易方案 内容是 勇士送出维金斯 从骑士换来岳符 2024年首轮签互换 2028年首轮签互换 2029年首轮签 对勇士来说 送走维金斯是迫于薪资压力 与骑士的一换四交易 勇士不但能得到合同 只剩一个赛季的岳符 还能收获三个首轮签 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 集战力方面 辞职大前锋的岳符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球员 虽说岳符未必能替代维金斯 但他在进攻端的远头威胁 能给科尔提供更多的战术选择 对骑士来说 通过交易得到米切尔之后 球队在这种配置上 目前最薄弱的环节 无疑就是小前锋了 与勇士交易 在甩掉岳符的到期合同的情况下 可以得到全明星风险维金斯 自然是明显提升了球队实力 这对球队新赛季冲击季后赛 甚至是冲击总冠军 是大有逼艺的 如此看来 这份一换四的交易方案 是对勇士 骑士均是有利的 可以说堪称双赢 除了热火和勇士之外 太阳队同样可能是岳符的下一战 记者Windows在节目中谈到了 岳符未来可能的去处 请密切关注太阳 他们也是岳符的有利竞争者 相比热火与勇士 太阳战绩和阵容都更具竞争力 保罗 不可 艾顿和杜兰特的组合 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空间 岳符与骑士 在2014年回到克里夫兰后 詹姆斯亲自打电话给岳符 招募他一起在克里夫兰追逐总冠军 岳符是骑士队2016年 夺冠球队的最后一块拼图 在詹姆斯于2018年 前往洛杉矶后的几周内 他同意了骑士一份为期四年 价值1.2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在这份合同的最后一年 他本赛季的收入为2890万美元 买断的过程中 岳符是必要放弃不分薪水 岳符是骑士队2016年 首次夺冠阵中最后一名离队的球员 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他重返赛场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